无需驾驶员永不脱轨 而且一个人就能让整节车厢动起来 这样的列车您有没有见过呢 今天它来了 2021年1月13号 西南交大校区就展现了一款高温超导高速磁悬浮工程化样车 并为其配备了轨道 那这辆列车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 进入主题之前 新来的朋友记得给我点击关注 既能查看往期视频 也不会错过往后的精彩分享 下面我们就来解密 大家一定对磁悬浮技术不陌生 简单点说 当一个物体达到某种随机平衡时 这种状态叫做悬浮 当物体利用磁力抵消重力的作用时 就达到了磁悬浮 而今天我们提到的主角 在此基础上有了升级 在超导态的全境下 就能给磁体提供电能 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才有了上面我们说的高温超导 高速磁悬浮样车的出现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 列车的底部和地面中间 有大约10毫米的缝隙 而且是列车未通电的情况下 在启动仪式上 参与研发的邓子刚教授还开了一个玩笑 对记者说 你试着推一下看看会怎么样 毕竟这是一辆重达十几吨的重家伙 记者开始也不相信 结果用力一推后 列车真的动了 这是怎么回事的 因为列车的材料达到了两个要求 首先它能俘获周围磁场 继而产生内部电流来实现悬浮效果 同时列车周围的外部磁场 存在一定磁感应强度梯度 该特点被称为自悬浮 所以记者才会轻易推动列车 这也是我们今天主角的第一大特点 第二个就是自稳定 列车在超导态环境下 对车辆任何方向施加的利益 都会被这个内部系统自动纠正回来 也意味着列车像定在了轨道上 只能沿着轨道方向前进 保证永不脱轨 这就是第三个特点 而截至目前 世界上能找到的 只有我们这一辆实验车 具备自悬浮的黑科技 日本也在为此下功夫 但是日本研制的低温超导磁悬浮列车 在前期启动时必须添加助力 才能产生磁力 从而达到悬浮 而我们在各种数据满足的情况下 直接达到效果 而且高温超导高速磁悬浮样车 相比于高铁 速度上可以提升一倍 因为它在静止的状态下是浮起来的 和轨道之间不存在摩擦力的阻碍 所以才会跑得快 载客量也比高铁要多 因为车体全部采用碳纤维材料 重量上对比高铁就要轻一半 同时为了达到理想的悬浮效果 也必须要求车体的轻量化 在减轻重量的同时 能够节省空间容纳更多的乘客 想要让列车完美运行 当然也离不开轨道了 传统火车动力系统一般装在车头 高铁实现了每节车厢都能提供动力 而今天我们的主角 却把动力系统放在了轨道上 是不是很神奇呢 实验线的两根永磁体轨道中间 盘着的一圈圈线圈 就是列车工作时的电机 也就是列车的动力系统 较于旋转电机 在实验线两根铁轨中间的 被称为直线电机 使电流流动性更强 从而带动列车达到高速 而对于这台实验列车 最亮眼的当属科技感十足的车头 我们平时做的高铁车头 已经很夸张了 被形象地称为子弹头 而这台实验车的车头 更加夸张 像一把宝剑的箭头 不仅尖还很扁 完美减弱了阻力的困扰 下面我们一起走进车厢内部来看看 您是不是幻想着车厢内部 有多么复杂的操作设备呢 可能让您失望了 只有一排简单的操作按钮 因为车辆在运行时 由地面操控系统完成对直线电机的整体操控 换句话说 这辆实验车可以完全实现自动驾驶 同时根据直流电机产生的推力 或者阻力完成车辆的前后移动操作 但为了应对紧急情况 还是保留了一排按钮 方便管理员对车辆的行驶监控 紧急情况下可以人为干预 临时制动 看到这儿有没有感觉到科技感爆棚呢 的确作为世界首条实体实验车 在技术上的革新无疑是巨大的 但我国的研究人员并未止步于此 下一步将结合真空管道技术共同应用 将车速提升到每小时6到800公里 力争弥补我国航空领域和陆地领域交通的速度空白 好了今天的知识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大国记得点赞支持转发评论 要是觉得我讲得不错 记得关注我 以便看到更精彩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